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帶你看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兩個話題 大腳怪是北美傳說中的一種 未知的寧長類生物 目擊事件事有所問 最近就有人在密歇根州 拍到疑似大腳怪抱著小孩渡河的畫面 引起網民議論紛紛 一個名叫艾迪的男子聲稱 他的表哥最近在密歇根州的卡斯河 挖橡皮艇的時候 目睹疑似大腳怪的大型生物在前面渡河 於是就立即把他拍下來 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段短片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艾迪章》这段只有几秒钟的画面 提供了给洛基山大脚怪组织 对方随后在网上分享 并以把镜头拉近和定格的方式来检视他 艾迪向该组织说 他不确定拍到的是什么 但他曾经把画面寄给一些人 有人说是大脚怪抱着年幼的大脚怪 也有人说是大脚怪抱着一只龙 该组织的调查员萧 在检视这段画面之后 对于拍到的到底是什么生物 感到困惑 艾迪坦诚说 我没有说拍到的是大脚怪 我也没有说不是大脚怪 艾迪表示 这段画面是用手机拍摄的 解像度是880×656 每秒30格 这不是最好的画质 艾迪说 有些人说拍到的是某种生物越过河流 似乎还抱着嬰 这个嬰儿的头部在这个爸爸或妈妈的后面 而身体就躲在左边肩膀 但嬰儿的躯干和四肢清晰可见 艾迪说 他不知道拍到的是什么 应该由每个人自行判断 有不少网民对这段画面发表评论 有人认为是有人穿着坚水用的防水墙筒黑 头上带着蚊杖 可能是到卡斯河暴雨的人 也有人质疑 这段画面为什么会这么短 为什么目击者没有继续录影 搜集更多证据 美国的大脚怪目击通报 并不少见 在过去50年 已经累计了1万多宗 而且范围遍布各州 有相关资料显示 默契根州有224宗这一类通报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 山川、河流、湖泊 卫星摇测技术 已经将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 尽收眼底 但这个世界远非是人类想象中 这么简单的 还有太多太多匪夷所思的迷糊 一直困扰着人类 在这些迷糊面前 人类所谓的高科技水平 似乎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下面这三个我们到现在都未解的 神州禁地就是最好的诠释 昆仑山山峰挺拔 红伟壮观 是中国古代的神山 被认为是神仙居住的乐土 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上俄崩月 木天子传 西游记等 都和昆仑山有关 抖转星移 到了科学发达的现代 昆仑山依旧是中国最神秘的地带之一 而神秘中的神秘 就要数被当地人 视为禁区的昆仑山死亡谷 据说 当地经验丰富的牧羊人 宁愿给自己的牛羊 因为找不到牧草而饿死 也不宁愿他们 跑入这个谷食草 因为他们知道那里一直都流传着 这里是魔鬼出没的地方 但凡闯进去的 必定有去没回 20世纪90年代 新疆地质局科学考察队 进入该合局进行调查 适逢那宁格纳河附近的青海省 阿拉尔牧场的马匹 由牧场里走出 马群在寻找草粮的途中 不知不觉 进入了绿草余因的 那宁格纳河局 正当牧马人 要追赶马群的时候 刚刚就遇上科学考察队 考察队员就劝他 盡快离开这里 牧马人出于无奈 逼得得已闯进去 几天后 考察队 注意到那个牧马人的马匹 再次在附近出现 只不过就没有见到牧马人 考察队为了查探究竟 沿着马的足跡前行 结果 在没有多远的地方 发现牧马人 仰面朝天的尸体 她的脸已经完全发黑 不过不知为什么 她是以托着枪准备射击的姿态倒下 牧马人的死亡死因成迷 1983年7月 有一个新疆的地质队 来到死亡谷展开科研活动 局外浩热难挡 死亡谷附近突然之间落起暴风雪 随着一声雷响 地质队的火头当场就震吻了 事后她回忆说 当时听到雷响 即时感到全身麻木 两眼发黑 接着就失去知觉 第二天 地质队员出外工作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原来地上的黄土 已经变成像灰准一样的颜色 这些离奇的事件 更为死亡谷增添一层神秘色彩 在浙江省湖州市 德青原西部 有一个国家级风景旅游点 莫干山 不单拥有中国四大秘属性地之一的称号 更加有肝脏莫邪 在这里驻见的传说 深秋季节 在莫干山大约海拔700米至750米之间 每一年只有在这个时候 你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传奇景象 在那里找不到一棵毛竹 但就有30多种以上的各种蛇 这些蛇会聚集在一起 当中还有不少是毒蛇 莫干山当地的龙民 山顶上有一条红色的蛇王 还有人有声有声地说 他们见过这条蛇王 莫干山也被人称为蛇山 传说只要有人去到那个地方 山顶就会发生风云突变 接着就会下雨上来 特别是深秋季节 深秋季节是山顶上 各种蛇最多的一段时间 因为各种各样的蛇开始冬眠 蛇是喜欢聚集在一起冬眠的 所以这个季节去就能看到最多的蛇 也有可能会遇见那条蛇王 据当地的村民 只要有人爬上山顶 都到莫干父母安身的地方附近 必然会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似乎是警告和阻止人靠近 久而久之 山顶就被当地村民当了禁地 也再没人敢上去 距离成都180公里的薇山市 洪雅縣境内 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迷魂藤 传说五斗米教的创立人 张道令 在雅屋山全教的时候 就在这片区域 设置了一个八卦迷魂镇 用来困住世间作恶的妖魔鬼怪 山里长年都被黑暮笼罩 也经常会发生一些离奇惨剧 很多上山彩虐 打猎 或是信男信女 都在这片区域 迷失方向 无缘无故地死在山里 雅屋山迷魂藤 被称为是陆地上的八卦三角 关于这个地方 拥有种种离奇的传说 这么多年来 曾经有众多志士 试图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但是他就留给世人 一串串难解之迷 最大的迷团 是山顶上的迷魂藤 很多人曾经多次试图穿越 但是最终都失败 人一旦进去 便会分辨不到方向 手机没有信号 手标里面的指针 被强大的磁场干扰 不受空阶感左摇右摆 于是便有人说 在迷魂藤地下 藏了几块巨大的隕石 所有裸更失灵 才会时有发生 再加上这个地方 很多时都出现幻境 才令人在这里迷失 吸入有毒的瘴气 命丧迷魂藤 2009年10月26日 瓦屋山上水库 更是惊艳水怪 而且频频出现 很多村民 都亲眼目击到 一条大型的 不明水生物 在水下游动 就像快艇那样快 时隔四天后 又有村民再次目击到 在瓦屋山水库中央 有大约二十多米的水怪出现 在水面 激起一米高的水浪之后 以很快的速度 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整个画面 只短短十几秒 但依然引起不少轰动 瓦屋山上 有蛟龙的传言 不敬而走 更是为迷魂藤 添上神秘的面纱 再加上 进入迷魂藤的专家 游客、村民 大多数都离奇失踪 令人感觉诡异之极 无管直输 迷魂藤的约 正好又位于北约二十九到三十二分 至二十九到三十四分之间 这个约约 正好与耸人听闻的八木达三角 神奇无比的金瓷塔相似 所以就有陆地上的八木达三角的说法 就连科学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当然 神州大地上的金地 还有很多很多 例如台湾的魔鬼海 新疆的布罗坡 江西的老爷庙水域 湖北的神龙甲等等 都有很多我们人类到现在 都无法解开的迷团 第三只眼睛大理看世界 今天的两个话题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更多的精彩故事 请关注我们下集节目 感谢你的点赞、订阅、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感想 请点评留言给我们